台东首届的活水湖杯帆船锦标赛将在16、17号活水湖登场了 而这不仅是第一次在台东县内举办帆船比赛 也是首次邀请县外的帆船好手来到台东进行交流 而台东市的体育会帆船委员会表示 期盼这项运动能够被更多人认识 台东首届活水湖杯帆船锦标赛将在16、17号活水湖登场 这不仅是第一次在台东县内举办帆船比赛 也是首次邀请县外帆船好手带台东进行交流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四年在台东开始做帆船的教学 所以一个部分是我们想要给我们的选手一个比较正式的比赛的 算一个我们的学校到一个段落 所以算一个开幕的小仪式 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想要邀请其他的外县市的选手 跟我们的选手一起比赛 也是认识我们台东的水域 2018年成立的台东市体育帆船委员会 在台东推广帆船教育已有多年 积极与台东在地学校社团合作 举办帆船体验课程 并且也多次到外县市与其他帆船社团单位进行交流 今天举办活水湖杯帆船锦标赛不单是希望对县内选手的日常训练进行验收 也希望让地方政府以及外县市单位看到帆船运动在台东推广的成果 本中开始这个学校的目标是我们要 一个是跟孩子认识这个运动 然后想要走比较进阶的训练 就是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第一年 我们每年都是在照生 然后有一些孩子跟我们已经两三年学习 所以这个不断的学习 是就是到一个比较进阶的 应该不会不能说选手的 就是进阶一点的进度 首次活水湖杯帆船锦标赛选择在平静水域的活水湖举办 让台东的选手们都有机会先感受 并了解正式帆船竞赛的规则 台东市体育帆船委员会也表示 期盼未来能将帆船比赛带到台东海域 将赛事晋升为全国规模 记者判这一综合报道 我看不出来的 我看不出来的 我看不出来的